日本侵略者是如何对待慰安妇的 她们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传奇的女人 她因为长得过于美貌 两次被日军抓进了慰安所中 但是她都凭借着自己惊人的毅力熬了过来 那么这个女人究竟是谁呢 日军发动侵略战争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 就建立起了成千上百的慰安所 这些慰安所的规模有些很大 有些很小 但是慰安所里的女性大部分都是中国女人 这些女人每天都会遭受日本士兵的折磨 小梅就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 她本身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由于长得漂亮 还有盖西山的名号 她的丈夫对于这个妻子也是十分的在意 经常到处吹嘘 慢慢的小梅的名声就越来越大 后来日军打到了山西地区 她的丈夫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就告别妻子 到前线打仗 张小梅用自己稚嫩的身躯扛起了整个架 不仅上有孝敬七八十岁的公公婆婆 而且还要照顾年幼的儿子和女儿 在前面是刾吀来的 熊敬五十岁的语言 通口推着 您知不知道